各位好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Python GUI裡面的這個Tinker 那我們用一個例子來介紹一些好玩的東西 那在這邊我們的例子會用Login 跟這個Login成功之後有個計算機的一個功能 好那我們想要做到的事情是 我先有個Login的這個畫面 然後接下來就是輸入 比如說帳號是H304 然後密碼是 好輸入完之後Login Login之後呢他會出現這個 計算機 然後這個計算機呢我可以在上面打比如說12 加3 乘以4 再乘以3 除以2 然後 等於 他就可以算出結果 那這樣的一個程式呢要怎麼寫我們來看一下 那按exit就可以結束 好那要怎麼樣可以做到這個功能呢 首先呢 我們要開一個檔案 所以呢我們來這邊 import Tinder Tinder 然後呢 import 新號 然後再來呢我們等一下會把密碼做這個 雜錯 我們先 等一下再來講 我們這邊先 往下 所以首先我們要先產生一個視窗 不過這邊 各位有注意到一個 一件事情就是 我登入成功之後會跳另外一個視窗出來 那這個要怎麼樣做才可以達到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那因為我們知道齁 這個 視窗裡面只有一個是 mainloop 主要的程式是他 好那你現在要把這個 呃某一個視窗 弄不見 然後跳出另外一個視窗這個要怎麼做 我們會先產生一個叫root 喔 那之前的影片也有介紹過你用root或window都可以齁 那我們在這邊用root 當例子 等於tk 這樣子 好然後我們這個root呢到最後會做什麼事情 點什麼 man loop 括號 好那我們是不是要對這個視窗做一些動作 比如說 這個root呢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計算機的部分 所以 root geometry 假設我把它設定成 寬呢 400 高 300 然後出現的位置再加 橫向是200 然後 上面算下來100 這樣子 這是視窗的部分主要視窗但是他不會一開始就被呼叫起來他會呼叫另外一個東西 那那個視窗呢是用來做這個登錄用的 好所以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要 建另外一個視窗所以假設我們把它叫做top 然後呢他叫做 top level 去建立出來的物件 去建立出來的物件 然後他呢是在誰身上 他的延伸回到會是會是誰 會回到root 所以把root寫在這邊 這樣 好那有了top你可以把top想像成 是一個視窗 過去我們在寫root或者是windows的那個樣子 好所以你在這邊呢 你要做幾件事情首先你要有幾個元件 好來輸入資料 那我們今天會介紹一個新的元件叫entry Entry 那就是文字輸入的地方 相對 相對應於java就是 這個text field的文字欄位 那我們來產生label lab id 這就是顯示 文字的地方等於 label 然後他是在誰 他是要放在誰身上 他是要放在top身上 然後呢他文字呢 等於什麼id 他是要顯示帳號 然後呢接下來 我們要把他的位置 放在我們等一下用格子撞我們上次有講過grid 講過grid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要用這個 把他位置放在 矛點 anchor等於 1 東方 然後再來呢 我們要把文字呢靠左 justify 他的文字呢是 向右 向右 靠右邊停 好那再來我們要把字放大一點 所以fond 等於 括號 括號 好然後呢我們假設 字型用times 再來呢 我們的字型 字的要大小要20 好喜歡這個之後我們再來另外一個 這個叫pw 所以就有兩個 那這邊改成這個password 這樣子 好那再來有兩個是輸入資料的地方 Entry id 這是輸入資料的 那一樣是Entry 然後呢 他也是在tap裡面的 你在宣告他的時候呢就直接寫tap就好了 加入tap 但是有另外一個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們要讓他顯示 你輸入的字呢 好 輸入的字呢 他是 反映出 反映出別的 你總不能打123 他出現就是123吧 密碼的話你打123應該出現 4個信號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 我們就show 當你打字的時候show的是什麼符號在這邊給他定義 這樣子 好那兩個 再來我們需要兩個 按鈕 所以我們要 BTN 一個是login 他等於什麼 button 他一樣放在tap身上 然後呢 他的文字 等於什麼 login 好 那再來呢 就是 我們當 按這個按鈕的時候要做什麼指令 command等於什麼 我們會去互叫一個韓式叫login 好那另外一個按鈕呢這個是 離開 就是我們要login的我不玩了 那就是離開 EXIT 那command的部分呢我們就是 離開 層次這樣子 OK 好那我們先把這兩個韓式補上 避免等一下忘記 所以我們在上面呢 加一個 韓式 define login 好那 我們先做測試就好了 好那再來另外一個是這個離開 離開系統這個 比較固定 好 好那離開系統的話 他要做什麼事情 好他必須要把 Tap 本身呢把他destroy掉 Destroy 然後呢不是只有Tap 摧毀好你還要把什麼 把這個root 也摧毀掉 Destroy 這樣子 這樣子 好那這樣子就會結束 好那我們剛剛設定的這些元件 這樣子是宣告還沒有放進去 所以我們要一一的把它放上去 好那怎麼放呢 我們還記得我們之前有說用grid的對不對 用格子好來放 好那我們就來放第一個 所以我們的label id 點什麼 grid 然後你要告訴他放在哪裡 所以raw 等於0 然後column 等於0 等於0 好那因為我們要讓他 可以擴充 擴滿那個範圍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在Stick的部分 Sticky 還記得嗎我們之前上課曾經講過 一個Sticky Sticky 好那 橫向的就是 縱向的就是 北方南方要擴展 然後 東方 跟西方也要擴展 就是這樣子 好他就會把它放大 填滿那個位置才不會看起來 小小一顆這樣 好那再來 有了這個之後 你要放的可能是另外一顆是什麼 Entry id的部分 那用grid 然後呢raw 第0個raw 然後呢column 在哪裡 第一個column 這樣子 然後一樣 Sticky呢 等於什麼 我們講 北方 南方 東方 西方 這樣子 好 那有了這兩個之後呢 我們是不是也要有什麼 好要把 Password pw 還有誰 這個Entry 也是pw 好 這兩個人放進去 好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這是第1個raw 第1個raw 這樣子 好 那再來 就是兩顆按鈕 btn login 點什麼grid 然後raw呢在多少 2對不對 好然後他的color呢 是在0 一樣的我們要 把它放到最大 好所以Sticky 等於什麼 nsew 這樣 好然後有 login之外要有離開 exit 好那第2個raw 第1個column 這樣 好這樣加上去之後呢 好他會不會執行起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好玩的是這兩個同時出現 怎麼辦 我希望他不要一開始就出現所以 像這樣子出現的時候我要把他先抽掉 把他先抽掉 抽呢 就像各位去領錢把他拿出來就withdraw 所以呢我們就是再加一行withdraw 針對誰做withdraw 剛剛那個大的那一個 就是我們的root 所以點 withdraw 把它抽起來 讓他先不要出現這樣子 好 好所以來 執行一下 各位發現了就只剩下這一個 只剩下這一個 id 然後呢password 這是login這是離開 好login現在 會執行 然後離開呢也會關掉 這樣子 好那基本上樣子佈置好了 好樣子佈置好了 可是呢 我們按下去 他要能夠判斷 資料 所以呢在判斷資料這個login的部分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先來看看 好login的話我們要先取得這個 帳號跟密碼 所以我們的id data呢就來自於什麼 entry對 然後 然後 我們可以用什麼 點get 去抓裡面的值 好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 pwdata 那pwdata的話是用 從entry pwd去取的 get他 好啊抓到之後我們要判斷一件事情啊 如果說 你的這個 iddata 他的值呢 他的長度是大於0 代表他有填資料嘛 如果你不填資料就代表 這個 沒有填 沒有填資料你就亂按 那一樣就不能通過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 有填資料的情況底下去判斷 他輸入的資料對或錯 好 所以接下來呢我們除了判斷 id的長度之外 我們也判斷一下 pwdata的長度 是不是也大於0 如果是的話就代表什麼 他有填資料 然後我們這時候再去判斷 他的資料是不是正確 所以if 什麼 你的id data 如果等於等於 我們在這邊假設輸入的是 H304好了 只是帳號是只有這個 好 而且 什麼pw h pw 我們剛剛是pwdata 他的值呢等於等於什麼 1234的話我們這只是sample 如果是的話 我們就要把剛剛的那個 計算機的視窗顯示出來 對不對 那要怎麼把計算機的那個 畫面顯示出來呢 所以 計算機那個是root 點 剛剛有把他抽起來了 那你現在要把他變成是可以顯示的 好他有一個指令叫做 第icon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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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好了他這個就會把他顯示出來 那把他顯示出來之後 tap自己要不見啊 所以我就把自己 自殺掉 所以tap就destroy 這樣子 所以當 這個 root被 deacfile出來之後 那 tap呢就要自殺 殺掉 但是這個前提是你 你的帳號密碼是對的 如果不對呢 否則的話要怎麼辦 你的entry id 要把他指清空 那entry的指要清空 不是直接設定text 這麼簡單 你要先 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它刪除 裡面的東西刪掉 所以就是點delete 刪除 從第0個開始到end 最後面 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 針對 pw 來試試看 假設你要換字的話 你可以 這個 用insert加上去 那pw也是把它刪掉 好 那這個是 你已經進來了 那萬一呢 他這個id有打帳 密碼沒打 密碼有打帳號沒打 他一樣在這邊 會有什麼 會判斷 不成立 就沒做事就跳掉了 所以 在這邊我們要做同樣的事情 假設 你這兩個只key其中一個 那你要做的事情也是一樣 就是把 這個 那個 藍位上key的值呢 做把做清楚的動作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的執行結果 好這是跑出來的樣子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是把它做 輸入 H304 然後密碼 1234 這樣子 然後按login 好他就有出來了 那如果說我們輸入錯誤的帳號密碼呢 輸入錯誤的帳號密碼會變成是這個 比如說 我只輸入其中一個按login 他會清掉 好那如果再輸入一次 然後這個密碼的亂打 然後這個密碼的亂打 他也會清掉 所以 所以 只有在 帳號密碼都一樣的情況底下 他才會顯示出來 在這邊 在這邊 這樣 好 可是這樣子的做法 各位不會覺得有點危險 因為你把帳號密碼寫在 城市碼裡面 長這樣子 這樣 似乎也不太好 那我們來做一個比較 多一些 多一些困難度的地方 其實也是不安全 但是比 直接密碼寫著 要稍微安全一點 好那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就是把它做雜錯 把它做hasht 針對密碼的部分我們把它做hasht 那我們hasht用的這個 呃 韓式呢是用 這個shar256 他的演算法是shar256 那我們要怎麼做才能夠 把它做這個 雜錯呢 我們在這邊必須要使用 一個套件庫 好那我們就import 這個hasht library 這個 好那你把它引入之後 那你要怎麼樣套用在 密碼的這個部分的處理 好那首先呢你在這邊 你抓到密碼的時候 對pw data你已經抓到了而且 兩個欄位都有填寫 接下來呢你就要把它做一下處理 讓它看起來像亂碼 好那怎麼做呢 我們 要先宣告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呢是shar256 所以我們在上面 來宣告一個物件 假設我把它名字取叫s256好了 shar256 他等了hasht library library 點什麼shar 這邊就有很多演算法 那我們選256這個 好 然後呢我們有這個shar256的時候 在 帳號跟密碼都有輸入資料的情況底下 我們針對shar256呢做一次什麼 雜錯 把它做 雜錯的處理 那雜錯的處理要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用s256 這個物件呢去更新 update 針對什麼pwdata 然後呢 點incode 那因為 裡面有一些其他的代碼 或者是其他的字 我們為了要能夠處理 比如說你 輸入的是中文或者是 日文其他的 你都希望能夠處理的話 那就把它做編碼 那其實呢 把它轉成utf8 問題會比較小一點 好 utf8 這邊 你首先呢先把資料的編碼 換成是utf8 然後呢 我們會產生一個pwh pwh這個是我們自己取的名字 你不見得要這樣子 那你可以取一個 你看得懂的 然後我們就使用shar256 然後針對 這個 好去產生什麼 hex是代表16禁制 那後面是digest 16禁制的 栽要 針對 因為這邊 s256已經經過update 那內容是這個 他已經有這個資料 而且是以utf8 進行編碼 然後進行什麼 shar256 然後產生他的digest 所以他這個就是 會顯示出來的亂碼 也不叫亂碼 就雜錯值 我們來把顯示出來看看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如果你輸入 密碼之後你會看到的是什麼 好那我們在這邊輸入 h304 然後呢密碼是1234 然後login 各位有看到這一串嗎 這一串呢就是 1234 就是h完之後 用shar256h完的值 所以我們就把這段call起來 因為我們要拿他來判斷 所以他等於這一長串 那比對的對象就會變成是他 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拿h值來做比對 那我們再來執行一次看看 輸入h304 然後呢 密碼是1234 然後login 然後他畫面就出來了 就長這樣子 好可是他在判斷的時候 他就不是用什麼 明碼 在這邊比對 所以哪一天呢 你這個把他換掉 那 這個 以這個 駭客或者有心人士他要看到這個 他雖然一時之間看不出來你的 密碼是什麼 那 各位可以去思考看看 假設你是駭客的話 你要怎麼去猜 這個程式碼裡面帶的這個東西是什麼 那當然你也可以不只是針對他來做啦 連帳號都可以做同樣的事情 帳號也可以做hash 然後用hash的代碼來比照 那這樣的好處是說 因為hash呢他是單項雜錯函式 所以他沒辦法 從這邊 逆推回 你的名文是什麼 所以他只能試著去找 這個可能的輸入 然後呢 產生出新的 SHA256的雜錯值之後去比對 這是不是 他拆的那一組密碼 只能用拆的 那安全度呢會比 直接寫密碼要安全一點點 然後 我會試試看 你怎麼看 然後呢 我從來 你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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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看